尤其民进党这几天锁定彰化 拔妆 蓝营基层带枪投靠 让国民党中央非常的紧张 那么秘书长廖廖也甚至亲自出马灭火 打电话安抚基层说要稳住票仓 对于蓝营基层松动改听小英 蔡英文他低调的说这只是单纯的选举败会 他似乎也不想让拔妆这样的说法造成当事人的压力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来到云林 马总统亲自出席 面对前两天民进党挺进彰化拔篮庄角 外界关心总统有没有在中常会上信心喊话 总统会不会担心庄角被拔光 但不担心彰化选票动摇 总统冷处理 不过民进党拔妆可是明着来 蔡英文不但会见国民党及田中政长郑俊雄 台时期线也从彰化出发 拔妆意味相当浓厚 拔妆的事情 老实讲 其实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整个焦点移到 绑装 扒装 这样的政治议题的话 其实会让我们整个台时期线是有一些失交 找过去不同阶层的人来支持你 这个有人把那简话说叫绑装 这个是选举常态 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不想造成当事人困扰蔡英文帮忙缓家 不过国民党可没有这么放心了 民党毕竟让蓝英措手不及 国民党秘书长廖廖宇还打电话给基层安抚 固守蓝天 民进党当然是很会选举 很会炒作嘛 稍微人家接近接见他一下 那礼貌上来那个招呼他一下 就大事当当 那把人家那个来招待他 把人家公布出来很不厚道 决战彰化 民党攻省略地 国民党紧跟在后急着灭火 就怕蓝仓查绿旗 坏了选情 三内新闻林文傅蔡季云台北报道 好 随着选择